正對著氣泡麵店的一家地瓜店 在意外發生前 老闆娘才烤好地瓜 坐在堂椅上休息 突然蹦巨響 大門的門框往內炸飛 瞬間屋內雜物四散 老闆娘當下從堂椅跳起來 往屋內逃命 但小腿也被割傷 他還有一條鐵丁插在這裡 一半玻璃就飛過來了 他是打開來要開店 另一個角度氣泡瞬間 麵店斜對角 一名駕駛下車靠在車子旁 哄得一聲氣泡 當下店內的木材裝潢 全部炸出來 而麵店飼養的狗拖著牽繩往外衝 只不過麵店才開幕不到一個月 卻發生氣泡 消防局火雕小組抵達現場 針對噴飛出來的爐具 一一清查拍照 檢查開關 三樓是放在一樓 還有麵店內的瓦斯桶 數一數一樓和地下室都各放了三桶 消防局初步研判 可能是瓦斯桶外泄 也都還沒有準備 房東補雙祖孫三代55歲許爸爸 原本在台中開牛排館 後來收電了就和女兒一起創業 而阿嬤已經78歲 坐在輪椅行動不便 也陪著兒孫一起到苗栗創業 五月初店才開 不到一個月就發生氣爆 許家女兒五月初才在臉書社團 開心PO文宣布麵店 在苗栗的南苗商圈新開幕 強調三十年口未傳承 麵皮內餡都是每天性感現作 祖孫三代創業才剛起步 一場氣爆卻讓三人傷重 所有身材設備都被炸毀 心更痛 TVH新聞 謝國欣 李陳佑 羅惟欣 苗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H.